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反经第四章 量财 人的财能大小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用星 无办法装得下斗里面的东西 装不下就会满写出来 满写出来就全部都浪费了 用了不应该用的人 又怎可能会没有危险呢 傅元曾经讲过 品评人才可以分成九类 一,是有德行的 这一类人可以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 二,是治理之财 可以叫他们来去推构事物的变化规律 三,是政务之财 可以叫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 四,是学问之财 可以叫他们搞学术研究 五,是用兵之财 可以用以统习军队 六,是农理之财 可以叫他们指导农民耕作 七,是工匠之财 用来制作器具 八,是经商之财 可以用他们来去振兴国家经济 九,是变财 可以发挥他们的奉间 和以证的长处 这样就叫做量财使用 成汤的父相伊韻曾经说过 如果心智能够与天道相通 能够不断地信应事物的变化 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 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 正确地核准四时 掌握封条与信的规律 这样的人要推荐他做三公 所以三公的职责 是要不斜地去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 西汉的时候 陈平就讲得更加明白 当年看文帝问陈平 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陈平他说 陛下不嫌我愚敦 给我做宰相 做宰相的任务就是 对上夫作皇上 调理阴阳 对下要令到万物各得其变 对外镇府四方 对来团结民众 要令到各级的官吏 各尽其极 看文帝他说 讲得好 看待魏上 圈帝的时候 是御史大夫 他曾经上书说 我知道周日里面讲过 天地协调 所以日月运行正常 四时相宜 圣明的君臣 统治天下 配合协调 好小严形进发 大百姓越伏 天地运行 生于阴阳宵掌 阴阳的规定 由日月限定 各有各的责任 不能够互相充返 圆明的君主 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 并且专养人才 所以 设立由运行于阴阳的宽上 以顺应四时 掌管政务 君主 言行 合乎自然法则 顺应 阴阳的变化规律 就会令到日月光明 风调雨顺 寒暑色疑 这三者的秩序相得 就可以令到天灾不灾 百姓康乐附族 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去调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的道理 在红犯里面 讲得很明白 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哲令 懂得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 能够将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 能够将废弃无用的东西 变成财富 这样的人 要推举他做九卿 所以 九卿的职责 在于国家的道德建设 通达人情事故 作风正派 了解税收的关卡 充实国富 这样的人 要将他推举做大富 所以 大富的职责 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 朱葛亮的主保杨庸曾经讲过 座而论道的是三公 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富 忠心正直 饭颜直奸 无奸诈之心 大公无私 讲话符合国家法规 这样的人 就要推举他做烈士 所以 烈士的职责 是常行仁义 道德 仁义 确立之后 天下就会得到治理 有清智之风的人 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 有法家之财的人 可以负责司法工作 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 善于辩论和研究渔学的人 也都可以作为太子的老师 会写文章的人 可以给他去研究历史 销红之财 可以叫他去带兵打仗 姜太公曾经说过 咳里面暗暗沉沉沉 不干不正 经常都是这样 睡在里面都不停 让大家都讨厌 这种人 可以叫他去管理街区 盘察坏人 发现灾祸 喜欢管理习事 晚睡早起 任劳任怨 这种人只能够做妻子 儿女的领头人 见面就问长问短 什么事都要指指点点 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 有饭大家吃 有钱大家洗 这种人就可以做十个人的小头目 整日忧心忡忡 一副严肃认真的样貌 不听劝告 喜欢用刑罚和杀禄 凝必见血 六亲不认 这种人可以统习一百人 争辩起来 肯是想压倒其他人 遇到坏人坏事 就用刑罚来情治 整日都好想一帮人可以统一起来 这种人可以统习一千人 外表好谦虚 偶尔说一句说话 知道人究竟是饱还是饿 劳累还是轻松 这种人可以统习一万人 紧小慎微 日盛一日 亲近然能的人 又能够献计献策 能够令到人懂得 什么是气质 说话不傲慢 忠心耿耿 这种人 是十万人的将领 欲贤经曾经记载 大将虽以周长稳重为贵 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 虽然多方地了解情况 是他的能力 不过不可以顾虑太多 患得患失 这一段可以说是 评论将领的最精妙的言论 温柔敦口有长者之风 用心专一 遇到言能的人就举箭 依法办事 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 公分却绝 威名远洋 出入豪门大户 但是百姓也都愿意亲近他 诚信宽怀 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 能够效化前人的伟大事业 也都能够保救败忙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普天下的老百姓 都好像他的妻子和儿女一样 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 天下的主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 又应该具备哪些质素呢 聪明出众叫做英 胆力过人叫做红 这个就是对英雄所作的大体上面的区分 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该有的 但是如果英才没有红才的胆利 那么他的主张就不能够推行 胆利是红才本来就应该有的 但是没有英才的智慧 事情也都办不成 假如他的睿智 足以在事前就有所谋划 这些人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 不能够作为开路的先锋 力气过人也都有勇气实行 但是智慧不能够预谋事变 这些人只可以作为先锋 不可以作为统帅 一定要能够谋划在先 明策在后 行动果断 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是英才 张良就是这样 气力过人 又有勇气去做 智慧足以料事在前 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红才 汉信就是这样 如果能够一人身兼英 红两种质素 这样就能够掌管天下 看高祖刘邦 西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玉鉴经也说 智慧有如涌存 行为堪为表述 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导师 智慧可以磨励他人 行为可以辅助和警察他人 这样的人可以作为良友 安分守己 奉公守法 不敢做一些出格的事 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官吏 还有一种人 如果你想贪图眼前的方便和快意 只要你叫他一声 他就会不断答应 这种人只能做奴隶 所以最好的君主 要用堪为导师的人 来去辅助自己 中等的君主 要用良友来辅助自己 下等的君主 要用官吏来辅助自己 亡国的君主 就最喜欢用奴隶来辅助自己 想要知道一个国王 是不是会亡国 只要看看他的手下 是什么人就足够了 本来有同样见识 和同样追求的人 才会相互亲近 不是言德的人 就不会任用言能 所以用怎样的人来辅助自己 实在是存亡的关键 得失的根本 孙母曾经说过 哪一方的君主有道义 那一方的主将有才能 我凭借这一点 就知道胜利属于谁 楚汉商争 曹元之战 可以好好解释到孙子的这句话 以前汉皇刘邦 被围困在营阳 他跟陈平说 天下纷纷扰扰 何时才能够安定下来 陈平他说 汉皇为人恭敬人爱 廉折好礼的人 很多都投奔于他 但是去到论功行赏 奋奉着衣的时候 汉皇就不舍得这些着位和土地 那些有才能的人 就因为这样 而同他离心离得 现在大王 你对人傲慢不讲礼数 在能人之中 那些患劣愚敦 和贪徒少礼的人 多数都投奔汉军 刘邦只能够用智谋 战胜项羽 虽然项羽强大 但最终都是被刘邦打败了 我私底下想 袁绍有十败 你有十胜 第一 袁绍虽然兵力强大 但这个人没有能耐 袁绍礼以繁琐 你不讲礼节 体任自然 在管理方法上面 你就赢了 第二 袁绍虽然强大 但逆潮流移动 你是顺应历史潮流 你去率领天下百姓打仗 那在道义上面 你就赢了 第三 看末的统治 就失败在 宽松和和缓上面 袁绍是用宽缓 来去拯救宽缓 所以 不会有威胁力 你用光猛 来去糾正看末的宽缓 所以 就令到上下的人 都懂得规矩 那在法治上面 你就赢了 第四 袁绍表面宽缓 但是内怀猜忌 任用了某个人 马上又会怀疑他 重用的人 全部都是亲戚子弟 你外表简易 内心明智 用人不移 任人为才是用 不理亲疏远近 那在道义上面 你就赢了 第五 袁绍计谋有余 而决断不足 失败 在于谋于事后 你有了好的计策就实行 不断地顺应各种变化 那在谋略上面 你就赢了 第六 袁绍因为出身名门 有几代积累落来的政治资本 特意将他拿出来摆架子 用来获取好的名声 在能人之中 那些喜欢讲好说话 和阿虞奉承之徒 都会投奔于他 而你 诚心待人 实实在在地做事 不喜欢奉承 以朴素的作风带领下素 对于有功的人 赏赐一点都不会论识 能人之中 那些忠厚正直 有软健 而有实际有才能的人 都愿意为你效劳 那在品德上面 你就赢了 第七 袁绍见到其他人 挨饿受冻 怜悯之情 马上就会表现出来 而在看不见的时候 想都不会想 这些 只不过是大家经常所说的 苦人之人 你经常都会忽视 眼前的小事 至于讲到大事 就能够想到很远 给予他人的恩惠 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 就算是看不到 也都会考虑到 不会有不接济 和辅助的人 那在仁爱上面 你就赢了 第八 袁绍因为大神争夺权力 被蚕言 搞到头都暈了 你用自然之道 去领导部下 给他们 慢慢去熟悉 自己的职责 那在明智上面 你就赢了 第九 袁绍不能够明辨是非 而你认为是对的 就以礼相待 认为不对的 就依法查处 那在策略上面 你就赢了 第十 袁绍最喜欢玩花神 并不懂得兵法的要子 你以小胜多 用兵如神 你的军队仰仗你 敌人害怕你 那在军事上面 你就赢了 曹操他说 我知道了 袁绍为人 自大才疏 表面严厉 但那胆就很小 猜忌祸客 但是又无威严 兵力虽强 但部署混乱 杖势娇横 正灵不逆 土地虽广 粮食虽然丰富 但是 那些都是 为我而准备的 哈哈哈哈 魏明帝的少府 杨佛 在谈论到曹操的时候说 袁绍宽缓 而不果断 喜欢谋惑 但是很少做决断 不果断 就无威望 小决断 就会谋在事后 现在虽然强大 最终都是要被打败的 曹操有红材大量 决断的时候毫不犹疑 法令一致 军队精干 一定能够做大事 袁绍率领大军攻打许刀 孔容对曹操的谋侍 迅玉说 袁绍地广兵强 有田风 许有这样的谋侍 帮他出谋或策 有审配 逢几这样的忠臣辅助他 有颜良民丑 这些勇冠三军的人 帮他带兵 恐怕 好难可以战胜到他吧 迅玉说 袁绍兵力虽然强大 但法令不严 田风 刚逼犯上 许犹 贪图小利不律己 审配尊横而无谋略 逢己 果敢 大致以为是 有这几个人在他身边 那后果 就不难知道了 许犹 贪图小利 就会犯法 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他 不放过他 就一定会生辩 颜良和民仇 只不过是一夫之勇 可而一箭而琴 后来 许犹贪图小利而违法 审配将他的一家大势都收监 许犹一气之下就投奔曹操 颜良在战场上面被斩首 田风 因为劝奸袁绍兵而死于飞鸣 一切都逃不过殉辱的预料 普遍 路 刚